你怎么不问我今天是不是加班去了 我想问 我一看见你们三个一起回来的 我基本上就都不明白了 你别生气啊 我今天其实是被射了圈套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 你猜就是 反正我这个脆弱的小心脏势 严重地受到了伤害 特郁闷 其实你不用郁闷 我是不会动摇的 那可没准 毕竟你和张辉还是有个孩子的 小蜜 我要是放弃了你 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 就您才傻子呢 我才是傻子好不好 我朋友都说呢 唐小蜜你傻呀你 干吗呀 年纪轻轻地跑去给人家当后妈 杨三江你知道多少人追我呢 多少啊 别吓死你 从大型一直排到银河园 好好好 其实你不说我还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因为妹妹做违心的事 今儿我跟我妈也这么说的 妈怎么说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妈肯定是觉得吧 为了妹妹 还是让你跟张辉复婚的比较好 没有她没说什么 真的 老一辈的人肯定都是这么想的 觉得 红妈还是不如亲妈 所以你就跟张辉复婚吧 反正我就只有更加的努力 才能让妈接受我 对 对 对 我都这么贤惠了 你没什么表示啊 我在想 我上辈子肯定做了特别特别多的善事 要不然怎么会有福气碰到你呢 是不是啊 拉倒 师傅 师傅 我来看一下我的女儿 麻烦你看一下门 谢谢啊 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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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医生说没有骨折 就是有点扭伤 这下养了两天就行了 不能用土 真没骨折呀 我这看上多肿了 不行不行宝贝 咱们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好吗 那也行 来来来 慢点 什么呀阿姨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来了 她爸爸让我来的 别乱摸啊 这有可能是骨折了 放心吧这肯定没骨折 我妈就是骨特大夫 下来面吧 这不是你的孩子 你当然是不上心了 我的孩子我能照顾好 不用你假惺惺的献殷勤啊 张慧 我有必要给你献殷勤吗 你们两妹到底谁是孩子的家长啊 老师 我是梁妹妹的亲生母亲 那你是谁的家长啊 我也是妹妹的家长 继母 你们俩商量好了没有啊 到底谁把孩子带走啊 还是一起带走啊 我接 我接 唐小蜜 你能不能识相一点啊 我可是妹妹的亲生母亲 老师 今天就登记我的名字 我接 老师 现在这个孩子 是我跟她爸爸在抚养 抚养权也在我们这儿 所以孩子肯定是我得接回去的 我看咱们还是过来说吧 来 我跟你说啊 我不知道你们俩 谁是亲妈 谁是后妈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还是问问孩子 到底愿意跟谁走 这还要问吗 她当然是愿意跟我走啊 我可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张慧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你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老师 孩子的爸爸让我来把孩子 接回去的 我肯定得把孩子 好好地接回去 这样她爸爸才能放心 是不是 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我怎么一次也没见过你啊 这孩子一直都是她爸爸接她呀 老师 以前的事情呢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建议你呢 去问问孩子 问问她愿意跟谁走好吗 那好吧 我去问问孩子 血能雨水的意思 你明白吗 你也真够逗的 一开始识笑脸走开不就行了 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难堪呢 妹妹她怎么可能会跟你走 小慧 妹妹这孩子我很了解 这孩子很聪明 也很懂事 而且谁对她好 谁对她不好 她心里很清楚 你这是说谁呢 你懂孩子吗 你生过小孩吗 你就算天天跟她在一起 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后妈 白雪公主的故事你总听过吧 后妈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恶毒的女人 你这个当阿姨的就先回去吧 毕竟人家是亲生妈妈 你也没什么很担心的 归头跟我去登个祭 好吧 好 谢老师啊 好 小蜜回来了 妈 您接抱抱我来 不用 你这上一天玩都挺累的了 我还没关系不累 妈我来干吧 你这再累着腰 来我来吧 没事没事 看看 屋子也不大 好弄 妈 我来干吧您别干了 辛苦一天了 你来我跟你说个事 怎么办 妹妹这两天不回来了 哦 对 不回来了 她不把脚给扭了吗 我就让她到她妈那住去了 妈 是您打电话给张辉让她去接的呀 是我打的 我想吧 张辉不是她亲妈妈 孩子出什么事 亲妈去处理比较好事 没位置 你也去了 妈 三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 哦 妈我想问您啊 嗯 您是不是觉得 要是让我去接妹妹 您不放心啊 就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妈 饭我无了 我做着饭呢 一会儿 一会儿 饭就熟了 啊 妈 我儿子闺女 以后还吓不吓跳了 不敢了 以后穿杠都不敢翻了 你昨天干嘛让小米阿姨去接我啊 我妈也去了 好多同学都看见了 结果她们都编了一个好流 你们同学嘴怎么这么碎啊 这个风气太不好了 多一个人关心你不好吧 好什么呀 你听她们都说什么 一课堂上两个瓜 左梅贵两个妈 从前空口来摘取 五位梅贵为她爸 这帮孩子还挺有才的 爸你怎么这种态度啊 妹妹 爸爸真好想通过这件事 教训你一下 我问你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 怎么说你啊 当然了 他们都是我同班同学 那你自己觉得 多一个人关心你好不好啊 小米阿姨是关心我 但是她不是我妈 我觉得她跟我妈比不了 妹妹 爸爸想了想 爸爸要教你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你说如果一个跟你很要好 很合得来的朋友 你会和他老吵架吗 那当然不会 吵架的都是我讨厌的 爸爸和妈妈就经常吵架 就说明我们合不来 所以对于爸爸妈妈双方来说 都是分开更好一点 可是妈妈不是跟你认过错了吗 算了 你还是太小 爸爸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我不管 我觉得 小米阿姨也有错 她就不应该去 好好好 是爸爸让她去的 那就是爸爸不对 好吗 媚媚 媚媚你怎么蹦出来啦 你怎么出来赶回屋去 这孩子 小米阿姨 我有话跟你说 行 说 走 咱回屋说去啊 不用了 什么呀阿姨 你以后能不能不去我们学校 不去我们班啊 为什么呀 我们同学给我发了短信 媚媚你在意这个干吗呀 人家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在意 我就是在意 来 给奶奶看看 什么 奶奶看了都发什么 奶奶看了都发什么 奶奶就是一些小孩无聊闹着玩的东西 媚媚 嗯 小米阿姨可以不再去你学校了 但你这些都是小朋友跟你闹着玩的 没有什么恶意 你在意她干嘛呀 嗯 再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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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